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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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总算是能体会到 职业女性的痛苦了 我也没有想到 你今儿会成为一个女主播 你不也是 那个时候就总是不务正义 拿着相机到处乱拍 没想到你成为一个摄影师了 我现在也是在乱拍 你老板要是听到你这样讲 一定会被气死 果然什么都没有 他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了 我上次来的时候 他居然在吃泡面 他一直就是这样 永远有比吃更重要的事情 对待他这样的 只有用你不吃我也不吃的招数 来对付 所以我不如你 我只会有事没事 拉他去超市 没想到去遇见你 莫生 我以前不懂事 才会对你说出那种话 现在我知道了 有些事情是争不来的 对以辰 我已经死心了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 我等不过他吧 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 我却不闹 大约三四年前 李琛有了个大案子 我和他们所的几个人去庆祝 他被关罪了 我送他回来 他吐得一塌糊涂 我帮他收拾的时候 他突然抱住我不停地问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我都准备好变弃一切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回来 如果这些还不够让我死心的话 跟我来 这是我无意中看到的 不只这一本 赵博生 赵博生 赵博生是一种乐性 这个名字是我点误的 准备是这么的事 悄悄是别人的生肖 赵博是准备的悄悄 是特别好准备的 小时候 阿姨经常告诉我说 要是她能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而我妈妈就在旁边说 要不 我们两家的孩子换一换 医生从小就聪明懂事 我妈妈喜欢她 大概比我还多吧 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 阿姨的模样 可惜 那大父母是怎么死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时候我才九岁 好像是意外吧 叔叔从四楼十足摔下来 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 没过多久 伤心活动都去了 我听我妈有一次无意提起 说阿姨死后 发现抽屉里该吃的药都没吃 但是说起来也算是自杀 自杀 那时候 你真应该才十岁吧 嗯 阿姨大概很爱叔叔吧 其实 你真跟阿姨很像 你真是在吃这个还闪 你真是被人呆了 像我恩 好 你真是被人逮捕的 我不是输给你 你 我输给他 我输给他 据说 有这种蠢的人 大多薄情 一句 你为什么不 难道你不明白 我们已经再回不到从前 七年的时间 什么都改变了啊 有这种蠢的人 有这种蠢的人 你这是在干什么 张文生 你究竟什么意思 是坏啊 张文生 你敢走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滴滴答答 消失的时间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 倒数幻灭 这新鲜的告别 这新鲜的告别 远海岸先终结 这新鲜的远海岸先终结 这新鲜的远优异 暗闲的告别 沿海暗闲终结